请掌声接盘 南楼县文化资产学会在接盘仪式后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中文化工艺大师云集 会员来自各艺术文化团体成员 副县长陈正森到场之意并表示 南楼县文化资产学会会员有140多人 阵容相当坚强 成员都是文化艺术界各领域的先进同好 每个人都是学友专精 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推广下 南楼县丰富的文化资产 并能保存得更加完善 今天的成立我们感谢梁理事长 把各个协会尤其在议员方面都召集进来 也让我们文化资产协会的组织 阵容更为强大 我们也希望文化资产协会的成立 南投县如果有过向的一个文化资产保护方面的 我们县政府绝对会以民间采取共存共荣的方式 来保护南投县的这个文化资产 也让我们下一代对我们文化资产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跟了解 筹备召集人梁志忠表示 为了让服务范围更加宽广 号召更多文化同号参与 所以将南投县民俗文物学会 改为南投县文化资产学会 会后将成立委员会 来推动各项文化资产保护 与推广教育工作 让学会能够发挥实质功能 我们成立之后 不管是对于我们闽南人 或是客家人 或是说原住民的文化 尤其是比较弱数族群的像客家文化 以及原住民文化 我们会特别的去加强 我们希望说 因为有各个社团的加入 能够充实各个领域的专才 然后来发挥我们的首长 希望能够为我们南投县政府文化局 能够为他们做一些 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服务 以及推广的工作 这是我们目前的任务 谢谢各位 未来学会服务范围 除了原本自民属文物之外 也列入古迹 历史建筑 聚落 传统艺术 以及有关文物 遗址 文化景观等 因为学会会员 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 大家都是有志一同 一定会为南投县文化资产保护 进行